这个少年只因饭做得太好吃 他的老师就跟他求起了婚 就在不久前 学校组织了一场野外生存游戏 而男主靠着一招漂亮的徒手炸鱼 直接继承成为学校最亮的仔 就连同组队员采摘的野菜 他也能靠着人眼扫描 拿走其中唯一的有毒蘑菇 毕竟这要是务实了 那可就得开号重练了 随后他们找到班主任苍老师 鉴定食材 才得知只有他们这组 全员开挂找到的东西都能吃 但有食材只是前提 必须要做到色香味俱全 才能拿高分 于是苍老问起 这组谁当厨子 原来男主自爷爷去世后 就一个人独立生活 厨艺对他来说so easy 只见他先这样 接着在那样就整了一桌野外食材大餐 顿时同学们馋的口水流了一地 直接上筷就挡起了干饭人 就在这时 老师们恰巧路过 见到美食 那就跟脚上绑了大铁块 根本挪不动不 男主本以为这夸奖只是客套话 却不知自己做的这顿饭 比学校的一流厨子做的还好吃 只是过了区区三秒钟 失误就被几人炫了个金光 酒足饭饱的苍老师更是一个节目上头 表示要主动摆给 毕竟他一个大龄少女 完全不介意对象 是个精装小奶狗 这下还没来得及主动摆给的妹子们 坐不住了 连毛询问 现在摆给还来得及不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苍老师为了脱单 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不仅使出了必杀技 少富的眼泪 还一招大白都洗脸 疯狂送福利 好家伙 这他喵的也太凶了 简直就是人间凶器 在一群妹子疯狂白给的福利后 男主又在澡堂 遇到了一群想白给的汉子 毕竟 就你这八块腹肌 外加俩大胸肌 别说妹子看了都怀疑没你的那 就连男人看了 那也得变灵异事件 结果第二天 露营地还真就发生了灵异事件 因为他们昨天采摘的食材 被啃的连个渣都不剩 为了今日份的扣粮 他们只能化身 银河护卫队 进入森林 重新采摘食材 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森林中不仅有猛兽留下的爪印 背后还亮起一对 钛合金大眼灯泡 既然吓得嗷的一嗓子 带着一头小可爱 就往营地冲 差点没在夕阳下面跑端腿 虽然苍老师给他们找了个 桌椅当顿墙 可熊熊的战斗力 实在炸裂 要是不能跑到 其他人设置的房线内 几人铁定原地领盒饭 然而就在转移时 苍老师一个狡猾 就要被熊熊拍成人渣 关键时刻 男主大力出奇迹 先是跟熊熊玩起了散打 接着又变成了相铺 男主你行 是真的行 打之前也不想想 这是国家几级保护动物 要不是是熊熊先动的手 估计你就得洗蹄 十年起步的管吃管住的 缝纫鸡生活了 而熊熊也因为动手伤人 被众人绑成粽子 还给他安排寄了动物园 成了有编制的仔 如果他再敢重拳出击 那就烤鹿一架 让他变成舌尖上的嘎巴脆 差点把熊熊下到原地去世 录影结束后 男主也到了兼孽妇的日子 于是他来到异世界 一路打跪升级灭boss 终于等到了公主的迎亲车队 可男主跟公主 还没来得及小别生心欢 狗子奈特就进入战斗姿态 一拳打倒了嫂子 而男主身后的大叔 随即轰然倒下 与此同时 一个丝线出现在了现场 男主这才得知 奈特刚才扑倒公主 是为了救他 然而当男主跟着奈特的嗅觉 找到藏在隐秘处的刺客 并将他拍晕之后 一张熟悉的面孔 赫然出现在眼前 老大